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先问洪医师 我刚刚讲说疼痛每个人都有感 那这个很剧烈的这个疼痛 有些时候是发生在某一些意外一刹那之间 但是身体里头有些时候的慢性发炎跟慢性的疼痛 真的是很难抓 比方说有些人看到老板就头痛 对不对 比方说睡觉起来还在腰痠背痛 那所以短期的急性的痛感跟长期的慢性的疼痛 事实上是不大一样的 没错 其实疼痛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讯号 告诉你说身体可能某一个部位出问题 有在发炎的一个状况 我就先讲一个我最近碰到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一个很年轻的才32岁的一个男性上班族 然后他就是他已经痛了一年了 那他是怎么样 他就是经常会腰痠背痛 尤其是晚上 人家很多腰痠背痛是说去运动啊什么 他不是哦 他是睡到半夜下半夜 尤其早上起床的时候腰就很痛很痛 或说那一天他特别疲累的时候腰也很痛 那疼痛起来有时候痛到他没办法工作 没办法做社交 可是很奇怪他稍微有时候稍微活动一下 整个又舒服了 这一次体检他们公司体检 他除了腰痛之外他又出现了蛋白尿跟前学 那他的同学他的同事说你会不会肾结石啊 因为有蛋白尿有前学 这很合理 有人说可能是肾细胞癌 他们刚才说可能是肾脏癌 所以他们他越想越不对就在我门诊 后来我帮他评估了一下的确有蛋白尿有前学 我就照了一个X光 腰痛照X光 发现他的那个腱骨 腱骨就是我们的腰椎 下腰部的那个屁股盆的那块骨头 就是骨盆跟颈椎这里交接这里 对 就下腰 屁股那个位置 跟骨盆那个肠骨的连接处 那边特别发炎 这叫腱肠骨关节炎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那种我们讲说那僵直性脊椎炎 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我们在华语这个再给他测一个叫HLA-B27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抗体 就是我们的人类的白血球的那个一个抗原 大概90%的那个僵直性脊椎炎 都有带这个B27的这个抗原 询出来又是阳性 我想大概就确诊了 那我们的腺 我后来就跟他诊断 你是一个僵直性脊椎炎 合并一个慢性肾湿球炎 僵直性脊椎炎会 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 会攻击很多很多的器官 我们的肾脏只是它攻击的其中一个器官 它会攻击你的那个很多的血管攻击 那后来我在这个病是可以控制的 后来转到风湿免疫科 也用了一些类固醇 用了一些免疫制药物 他一个月就没有痛了 他说非常舒服 他其实他delay了诊断大概一年 先讲一下僵直性脊椎炎 其实这个东西是年轻的 好发不是老年人 20到40岁的年轻人 尤其是男生 男生比女生大概5比1 所以如果年轻人腰酸背痛 而且这种慢性疼痛在层间僵硬 就层间特别明显的 然后要舒缓之后 就运动之后 反而舒缓就要考虑是这个疾病 那也说我刚讲除了攻击肾脏 很容易攻击我们的眼睛 出现红彩炎 那另外也会攻击我们的下足部 会产生类似一个阿基里斯腱的那种疼痛 或者什么 有时候会有一个足底筋膜炎 后来是僵直性脊椎炎 那会攻击我们的血管 那这一类只要是找到 用一些正确的治疗 事实上是可以缓解 这个就回到 我要再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就是急性疼痛跟慢性疼痛 我们讲说怎么定义慢性疼痛 其实慢性疼痛跟急性疼痛 不是说以它的强度 并不是说慢性疼痛就比较不痛 急性疼痛就不是 慢性疼痛痛起来也是很痛 是我们当然是以时间来讲 慢性疼痛它通常会维持一段时间 但定义上有的是三个月 有的是六个月以上的这种 而且会重复的发作 我刚讲就以我们这些腰酸背痛来讲 其实腰酸背痛很早会撑那么久 到三个月到半年 那你看一个急性疼痛可能会刚开始 可能比较严重 可是当你把那个我们讲说 原因去除之后 它就逐日缓解越来越不痛 这通常是数日到数周而已 并不会那慢性疼痛都数月到数年 那原因我刚讲慢性疼痛可能有一些 慢性的一些肌肉拉伤 肌肉受损 自体免疫疾病 癌症神经疼痛 整整这一类的疾病 或者一些慢性病 那我们要急性的大部分都急性的伤害 你可能一个撞到跌倒散到腰 这种都是急性的 但是它会缓解 那当然那个慢性疼痛 长时间重复发作 然后急性疼痛的话 急剧的发生 但是随着时间缓解 所以如果有慢性疼痛 不要再不能只是靠止痛药去止痛 务必找到医师 把它原因找出来 事实上很多都可以治疗的 今天讲的是一个慢性疼痛 我那一天又诊断了一个32岁年轻的慢性疼痛 这个男生半年前 开始就每天要吃止痛药 他吃到六颗 然后吃到半年之后 他已经开始心虚了 他觉得说会不会肾脏坏掉 会不会要洗肾 所以就来找我 我先把他检查了一下 他的肾功能还好 他的肾氏球过滤率还有90分 肾功能还好 我说还来得及没问题 那我就问他年轻男生 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样的头痛 他说他大概半年前开始 他会固定时间就会开始头痛 或单侧头痛 而且会听到那种波动的声音 就好像血管那种 有听到的声音 那接着就开始痛 那开始痛的时候 有时候会流鼻涕流出来 那会脏痛 痛到他恶心想吐 然后那个心理那种很害怕的那种感觉跑出来 他每次要发作 可是他吃药 有时候压得下 有时候压不住 那刚开始一两次 他最近他说有时候痛到五六次 每次要来的时候 所以大大影响他的生活 又叫重发性的头痛 女生比较常见的叫偏头痛 男生很多是这种 那这个是可以药物治疗的 当然我开了一些基本药物之后 我把它转到神经内科 你知道神经内科 把它调了一下药物之后 它的那个 其实大概三个月之后 它所有的疼痛就不见了 那我们讲说 我刚刚讲说除了头痛之外 到底哪一些慢性头痛 其实在美国那些疼痛协会 把它八大常见的一个慢性疼痛 把它启动一个就是头痛 我刚刚讲要区别 重发性头痛 偏头痛 还有压力性头痛 这三个是最常见的 神经内科医师都可以帮你 一定要去找他 那一些骨骼肌肉的一些疼痛 可以找复健科或骨科医师 去做鉴别诊断 神经内的疼痛 那另外一个就是 癌症引起的疼痛 癌症其实引起的疼痛 这是非常非常痛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要用到一些 管制药品那种才压得住 尤其是有时候跑到骨头 转移到骨头的时候 那痛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痛 还有一些关节炎的痛 最常见的通常是一些 退化性关节炎 或一些运动的一些慢性伤害 还有一些心理性的疼痛 真的是很多心理性的疼痛 还有我们所谓的脏气痛 比如脏气痛 常常跟很多缺氧相关 比如我们心脚痛 这些冠状动脉缺氧等等 这类相关 还有一些慢性疾病引起的疼痛 这八大慢性疼痛 如果你是今年累月 一直在处于被疼痛困扰的状态 请去找医师 把那个原因给找出来 事实上是可以帮助你 脱离这种疼痛的苦海的